白牌車司機確診足跡 從屏東跨到台南 30號新增確診加1 感染源頭又是他 他本身是跟我們14298 是一個共同用餐的一個友人 在14298被確診了以後 他就被匡列為密宿接觸者 進行居家隔離 案14905是一名52歲女子 是白牌司機朋友的同事 21號曾一起吃飯 22號被匡列隔離 結果一採陰二採轉陽 匡列居家隔離177人 還有兩人檢驗中 很有可能染的就是Delta病毒 他也屬於這整個 這個Delta變異宿的群序 那屬於在居隔裡面 被驗出來的 從18號司機確診到現在 傳給妻子母親和看護 以及三位朋友 現在又多增加一例 感染源不明已經1傳7 司機18號載到確診乘客 但是當天就出現症狀 這個情況不尋常 難道早就有Delta病毒 在屏東流竄 是另一條隱形感染鏈 看不見的Delta大魔王 還有隱形感染鏈 移動讓方山準四級規模 封村四天 解封的第一天 確診又再增加 讓民眾心裡更加恐慌 就有張初華評論報導 原本的影響 提供 玉 ŞU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